第16题,右图为一华轮主,若华轮重量不计,物体重30公斤重,不计神重及摩擦力,是一粒F50物体等数上升一公尺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答案都是在问我们施力要多大,以及要拉下成长要多少,我们晓得要让物体上升一公尺,那么绳子的左边要少掉一公尺,右边也要少掉一公尺,所以我们总共要拉的就是1加1等于2两公尺, 所以我们必须要拉下绳长两公尺,那么同时我们要施力多大呢?用老师上课讲的,我们应该数的是绳子,现在有两个绳子掉着物体,那么一人就分一半,30公斤重除以2就是15公斤重,所以我们表示我们的施力要15公斤重,或者用一般老师教法讲的叫做一个动华轮会省力1分之1,那么30的1分之1也就是15公斤重,所以我们施力F应该是15公斤重, 我们拉下的绳长应该是2公尺,因此第16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我们答案选的是A,F为15公斤重,拉下绳长为2公尺。